王晶导演 其实我真的特别希望跟王晶导演来个合作 但是王晶导演说实话 我也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虽然是电影界的新人 不敢太造诗 但是我还是稍微要跟你说两句话 就是你在选电影女主角的时候 你能不能跟徐正导演学一学 你看徐正导演选的女主角 袁全 赵薇 这都好演员 你看你选的个女主角 我就想问一下 你是拍电影吗 你是拍拖吧 他最近还上过一个访谈节目 王晶导演说 我拍电影的时候 有时候为了完成 要牺牲一点完美 要学会如何在完美和完成之间做平衡 王导演 你那些电影多半平分三点几 有那么难平衡吗 王晶小时候考完试 回去跟家长说 爸爸 这次考得不完美 没有得满分 那你考多少分 三十 女郎 新女郎 然后是金女郎 但是金女郎跟前面两个女郎 还是有区别的 人家之前两个女郎都很自豪 到了金女郎 感觉干了什么坏事似的 不太好意思承认 然后我就送了个百度百格金女郎 你会发现什么朱英啊 舒淇 都算是金女郎 但他们不承认的 我突然知道 那个资料是王晶导演自己写的 是吧 这个好笑吗 这个好笑 王晶导演真的是非常敬业 据说他拍了四百多部电影 最厉害的是有一年 他一年之内也拍了二十四部电影 今天我终于可以站在这里 跟王晶导演说 有的时候好电影拍一部就够了 就像我们的新电影 酒妈一样描述的是一个男主人公 带着他的妈妈到俄罗斯去旅行 如果这个题材给王晶导演拍就拍成 男主人公带着他的妈妈北上去烈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着妈妈去烈焰 我不知道 反正王晶导演的电影都是要烈焰的 也许那个妈妈是个精女了 不好意思 我可能有点太童言无忌了 大家可以叫我无忌 说到无忌啊 王晶导演的《新一天屠龙记》 就要开始拍了吧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等看到这部戏上了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觉得 老板更好看了 王晶导演 捧红了非常多的女演员啊 其实我觉得 就是遇到什么导师非常的重要 张老师刚刚还叫我小徐静雷 我不敢当 真的不敢当 但是我觉得非常幸运 就是我当时遇到的是徐导 而不是王晶导演 不然大家可能就会叫我小王晶了 什么叫小王晶呢 可能就是会拍一些小小的烂片吧 小小的烂片 但是没关系啊 王晶老师没关系 我还小我敢于尝试 你也是可以看看我的 康康我 王晶导演 这个去年来过一回 有印象吧 来了让我们一顿讽刺 回去痛定思痛 2019年一口气又拍了六部烂片 我今天都不太敢说了 太叛逆了这个大哥 我们去年 王导 我们说你 你看他去年拍那个电影 叫什么 唐伯虎点秋香 2019 还拍了一个新河东诗吼 你上次来 我们说你这个炒梗饭啊 吃老本啊 是吐槽 它不是人生的建议 你怎么还搭他当锦囊妙计了呢 你 王晶在这个港琼里客串过 扮演一个导演 你很难不觉察到其中的讽刺意味 扮演一个导演 也许王晶在现实中 也已经演了很多年的导演 我们都没有发现 艺术源于生活而等于生活 我在微博上看啊 就是那个导演那个角色 徐征一开始找了这个周星驰拒绝了 找了王家卫 吴宇森都拒绝了 听着就很像我们吐槽大会 邀请嘉宾的过程 今天他来 我们也是要请 什么黄渤啊 宁浩啊 都拒绝了 最后请问王晶 王晶答应了 王晶在所有意义上 都是娱乐圈的底线 黄晶 我不知道他脑袋想什么 他怕了骗子 你看这些骗子 对讲很英俊啊 很潇洒的人 他以为他自己是这些人 每次的理议员啊 他都走去 调弃任的演员 可是他以为自己像周润发像我一样 那么英俊 王晶导演 我又狠狠地看着我 王晶导演 对我的导演生涯有过很好的指导 那就是 拍电影不要像这样 但我认为他是懂电影的 因为他拍电影有自己的电影哲学 要拍好女主角就要爱上她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找蔡明拍电影的原因 太难爱了 其实 王晶导演有一件事情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他曾经投资了 徐安华导演的文艺片 才有了后来的 天水围的日语夜这样好电影 用拍烂片的钱来支持文艺片 伟大 但我突然又那么一想 这个行为除了不违法 他跟偷电瓶车养家有什么区别 就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偷电瓶车呢 王晶导演 我进到电影航档里面的领路人 是王晶导演的爸爸 王天宁老先生 也是著名的拍文艺片的导演 王晶导演 我认识自己的父亲 是五十年代的王家卫 我难怪看王晶 拍到文艺片里面 总有点王家卫的影子 当然这不是抄袭 也不是自己 是基因的力量 不过王天宁老师 真的很厉害 当年杜琪峰都给他多了副手 那可以说 王晶导演能有今天的艺术造诣 和票分成绩 完全得益于王老天生 毫无保留 把所有经验全收给杜琪峰 白文说 王晶导演就会拍烂戏 简直是乱说 前段时间我们合作过 最绒就很好看 最绒之所以好看 就是因为导演是王晶 和主演刘德华 郑吉丹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都是真心话 是王晶导演的真心话 香港人对于第一潮的经验 是王晶导演一直坚持 一直坚持 开空拍烂戏 才实实在在养活了 一大逼末后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这些烂片 在让我们有口饭吃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把掌声 送给了一些明明知道 是王晶导演的心函 坚持去买票的观众 我谢谢你们 牺牲你们自己艺术品味 呀 我香港电影 谢谢你们啊 如今的王晶导演 在香港电影圈 会说他一呼百应 今天吐槽大会 他一个电话 我马上飞过来 来来才发现 香港电影圈 叫我一个人来 王晶 一位优秀的商艺片导演 以及男人装的忠实读者 电影产量很大 但是质量参差不齐 当然这么说也不准确 不乐意了吧 我也不乐意 哪能这么说呀 是吧 那不能叫参差不齐 那叫参差不齐 你说你老齐子个啥呀 拿自己当高压锅呢吗 知道为什么高压锅 一直着齐齐吗 让你该放弃就放弃呢 我和王导一起 录过一个节目 我发现王导 是个特别勤奋的人 一有时间他就写剧本 不管是在后台啊 化妆间啊 一点碎片时间都不放过 所以写出来的剧本 那个碎呀 跟饺子馅似的 怪不得拍出来的 叫贺岁片呢 真碎呀 当时在节目上 为了节目效果 王导呢 就劳管我叫女朋友 还想跟我CP 这声幸亏没让潘长江听见 还能爬上梯子上来揍你 而且还有郭达呢 郭达什么地位啊 郭达 中国版的杰森斯坦森 王金导演曾经说过 要拍好他电影里的女主角 就要爱上他 可王金导演 你拍过几百部电影啊 那得爱上多少个女演员啊 别的导演 见过以前合作过的女演员 会说 嗯 这个女演员合作过 这个女演员很敬业 这个女演员戏好 王导呢 爱过 我刚出道的时候啊 王导曾经说过 我的美貌不及猪鹰的十分之一 后来我人气高了 王导就请我演了天下第一 后来为了宣传 在海报上 把我一个配角 放在主角的C位上 看王导说话做事就是这么有原则 说话就是说话 做事就是做事 说话和做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金导演还特别爱演自己的戏 他演着演着就会说 卡 这个戏不对 演员忘词了 愿连说 没有啊 我没忘词啊 我忘词了 主咖王金 大家都说人家拍烂片 就没想过那些烂片 可能都不是王金导演拍的 就冠名王金 就是为了平息观众的怒气 真的花了几十块钱看完了 什么玩意儿 刚准别骂一看导演王金 算了对吧 怎么说呢 那片子要 导演要不是王金 都不足以平民分 说实话 真的这些年 我越来越不喜欢看这种 沉重深刻的电影 我就喜欢看那种 看一会儿就能睡着的 就是王金的这种电影 真的 我觉得现代中国人 不缺深刻就缺教 他的每部电影 我都会去电影院花钱支持 就王金两个字 在我看来 那就是质量的保证 睡眠质量的保证 一听说王金老师 有新电影上映了 恨不得脖子上套个睡枕 就过去支持 看完了睡不够你知道 还问了 说哪里有澳门风云 三不连看啊 看完还去前台说 再给我来一张 最近的澳门风云 快点的 说不定这梦还能接上着 所以说前段时间 看你追龙就看得很郁闷嘛 就现在工作一天了 累了对吧 去演员院睡觉 放松放松对吧 看了十多分钟 觉得不对劲 还挺好看 看两多小时 累死我了 真的是 这是我这睡裤都穿上了 你给我看这个 你是王金啊 这是你该拍的电影吗 睡枕都摆正了 你怎么自己的位置 还摆不正呢 其实啊 不管王金导演拍好片 拍烂片 我都会去电影院支持嘛 烂片我就睡觉 好片我就保持清醒 希望更能更快看到 比追龙更牛 更好看的电影 王金确实厉害 参与制作过将近四百部电影 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一辈子都没看过 这么多电影 不过你要是看过 王金的全部四百部电影 你就会发现 大概是四部电影 和他们的翻拍 劝了王导 以后啊 就在这个电影开头 写提示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为同 嘻嘻 巧的 都是我拍的 我就不想说了 这个人你说你 毁掉我们的童年的回忆 到底有什么乐趣 他现在这两年更过分 他都等不到你长大 还在翻拍 是吧 各业你 他等不及 你看追龙 刚刚好不容易受点好评 马上就用追龙 一样的布景 拍了一个叫大嫂的烂片 大哥你干啥 你到底啊 怎么那么烦气呢 他就很像他自己拍的 那个九品芝麻馆里的 那个经典片的 大家都看过吧 我出来了 我就进来了 我拍好片了 我又拍干片了 你打我呀 可惜生活不是电影 真的好想打你 不久前呢 王晶在微博上 吐槽一个创造101的选手 看到了吗 就那个选手的粉丝 夸那个选手 说他是什么 B站秋树真 王晶就转发那个微博 说丑成这样也好意思 他自己以前还说过 黄胜依只有朱音的十分之一美 你说你这个人 片子拍的不怎么样 看人倒是很准 对对对对对对 不要生气 黄胜依不要生气 朱音的十分之一美 已经很美了 你像我 我只有王晶的十分之一美 我不想活得好好的吗 但我们自己仔细想 其实我们 我看网上也有声音 我们好像很多人都觉得 确实是 以前的女明星 比现在的美 以前的港片 比现在的好看 我觉得这可能是 我们的问题 当然也有王晶的问题 所以在最后 劝王导一句 咱们以后拍片 能不能不要把出来进去了 我们会有控制不住那一天的 咱们以后拍片